至于1600新经济的时间 持续关注的是美国矽谷银行的倒闭风波 市场预估恐怕会牵动联整会的利率政策 另外金管会也会再度清查金融三业的曝险情形 交给主播新话 奥德林谦观众朋友 究竟美国矽谷银行倒闭的风波 会不会影响到国内的金融业经营呢 那么金管会目前的清查数字是金融 还有这些投雇保险业总共曝险是5.265亿元 其实对国营的影响是稍微没有那么显著的 而中央银行表示 其实国内目前是没有出现系统性风险的迹象 而主机总处的主机长朱泽民也说 这一次这个矽谷银行倒闭的风波 对于台湾的冲击是有限 但是很有可能会影响股市的信心 但是我国整体的经济成长率不会因此而下降 但现在各界关注的是矽谷银行倒闭 会不会影响到美国联准会升息的政策 我们来看到这倒闭之后 其实在欧洲股市也引发了金融震荡 还有其他小型的银行 也非常的害怕资金的流动会出现问题 而联准会的利率到底会不会转向呢 目前高盛集团还有期货市场 他们预期美国联准会应该会暂停升息 押注不升息的几率 抖升到43.9%是作为一个参考 不过更为重要的是 二月份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能不能从6.4%下降到6% 如果可以的话 这显示通膨还有通货膨胀的压力都被打消了 联准会比较有大的机会 暂缓升息的步伐 林谦 另外近日万海公布去年的财报 因为去年第四季转亏 导致全年的获利不如前年连带的影响配息 再交给新华说明 确实哦 现在航海王的盈利模式 似乎受到剧烈变动的地缘政治 还有乌尔战争的影响 其实各有嚣张 首先刚刚来看到林谦提到的万海的部分 目前呢 它的每股存益是33.17元 第四季呢 转为亏损 所以它的获利不如2021年有这么的优秀 但是呢 也沿你配息5块钱左右 业内人士表示呢 万海的营运风险是高于 长荣还有扬名的 所以对于资方来说 保留盈余才是正确的选择 那么万海二月份的营售73亿 但是目前呢 希望可以加入一些 能源效率比较高的新船 但是又碰到大环境的货运量减少 所以这个白亿的成本要如何打销 外界也在看 所以因此第一季的亏损很有可能会扩大 不过另外一间航海王长荣海运呢 其实表现也相当的不错 他们的获利颇佳 其实今年呢 去年的获利营收都是上升的 所以今年董事会已经通过 沿尼要配息70元 殖利率突破了40% 不过如此高的配息 会不会引起散户的下车潮 也值得大家继续去关注了 而食品还有超商类股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全家每股盈余是8.25元 获利的EPS 创历史上的次高 目前沿尼配息呢 是6.5块钱左右 全家的策略呢 就是积极在台湾各地展店 而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的现实差异化 像是找网红啊 或者是一些餐饮名店 共同来合作 都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并且在行动网络上面 他们的会员数已经来到了 1600万人 有很多订阅制啊 或者是其他的 这样的服务增加顾客的黏着度 所以呢 其实他们的表现是相当优异的 而未来他们希望可以斥资 20.56亿元在新竹湖口 扩建近万品的面包厂 持续要深耕他们的现实差异化 林谦 而目前正值产业的淡季 红海大陆郑州厂近期 仍然启动招工的作业 似乎也透露集团政策的走向 另外因低缘政治呢 戴尔则是开出了 去中化的第一枪 再继续交给新话 确实哦 PC端还有手机端的布局 真的是相当的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 代工供应链的部分了 红海呢 近期在于郑州 提早开始招工了 他们希望可以补足 手机的零组件人力 会不会是因为 之前封控的因素 所以现在要重新做一个 人力配置的调整 红海没有多做进一步的说明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红海还是会继续经营 大陆的市场的 因为红海的董事长 刘扬伟表示呢 解封过后 它的行程是先到大陆郑州 再到印度 所以呢 市场人士就分析了 红海策略 目前生产的重心 依旧是先大陆 然后再后印度 而在淡季真材 会不会也是一个 扎根大陆的做法呢 还有刚刚提到的 代表要去中化 到底要如何做到 他们的目标是 2025年中下游的 组装启动去中化 以美国的内需市场为主 所以呢 到了2027年 去中化呢 会增加到百分之百 甚至要说服 他们的供应链 不要再使用 在中国大陆组装 如果你想掌握 娱乐大小事 请扫描QR Code 带您资讯不露接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